大家好,我是生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TotoCleaner这个App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生浩TV会一直更新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对这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生浩TV 最近有个朋友推荐我使用TotoCleaner TotoCleaner是Trend Micro的其中一个产品 在看了TotoCleaner这个官方网页的解说过后呢 发现它和Cleaner这个App是很相似的 那么它有没有比Cleaner还要好用呢 你就和我一起体验吧 当你点击说明文的链接过后 你就会到达这一个页面 然后只要点击Free Download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再把TotoClean Pro拉进去Application Double Click这个Application 然后在这个Application这边找TotoClean Pro App Double Click,Open,Start,Try 但这里呢我们需要给它Authorize 所以我们先按Continue Allow 这个TotoClean Pro算是已经 订阅在我们的电脑里面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尝试它的功能吧 点击System Optimizer 它这边的feature呢就跟Cleaner的差不多 而且还多了一个就是Dubicate 首先TotoCleaner呢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免费 一个是付费 免费的版本呢它已经有很多使用的Apps 像是清理我们的JugFar 或者是BitFar 它又把它分成10Mbps到500Mbps 500Mbps到1Gbps 1Gbps到5Gbps 或者以上的category DiskMbps DiskMbps看起来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哦 找我们的Dubicate Dubicate 然后你需要拖你的标准过来 查看这个标准里面有没有丢BitFar 所以我丢了我的Dubicate 进来 探索 它可以让你自动选择或者是你自己选择 还要帮我们安收Apps App Manager Dubicate Scan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你不想要的Apps 删掉 它这边还可以多一个功能就是 Outtack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Apps呢 是可以outtack的了了 Fast Tractor Fast Tractor 这个呢就是把你 不要的东西呢直接丢过来 它就一次过跟你 删掉 而且是不能够 recover的 所以这个Tractor呢其实还有的就是 Total Battery Total Anti-Virus Total Archival 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下载下来使用 使用完这个Total Cleaner过后呢我发现到 它给你的感觉是比较 干净和清新的 所以我还没有使用过Total Cleaner的朋友呢 可以下载下来使用看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你给我一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好用的App 或者是 使用技巧的话 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 我是Sanhao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